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龄是 写三十吧 我们这儿会员注册必须是真实年龄的 不能虚报 三十二 果然 谁果的果突然的燃 果然名不虚传的果然 我们家果然哪 在民政局工作 婚姻登记处登记员 她今年多大了 三十五岁 您来这儿您女儿知道吗 不知道 那她自己能同意吗 她怎么不同意啊 她愿不愿意 我说了算 相亲这是不靠谱啊 相亲就是把两个在爱情道路上都不太顺利的人 人为地安排在一起 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而已 皇上不羁太监机 我妈是天天的就跟着这刀子就这点帅 第一点 得人品好 人品不好 一切免谈 得漂亮 起码一米八以上是吧 长得得帅 也不能太漂亮 太漂亮的女孩啊 不踏实 太帅的男人容易花心 不能超过三十岁 超过三十岁啊 那叫圣女必胜个 有房有车有票子 我们家呢是一个健全的家庭 她爸走得早就我姨人了 单亲的家庭呢我们不想考虑 对方家庭最好没有婆婆 你到底想不想结婚啊 不想结婚 可想结婚啊 我说不想结婚 都说婚姻是什么爱情的坟墓 爱情婚姻皆是坟墓 不结婚 不结婚那就是死无丧身之地 结婚就是一照妖镜 婚前你甭管怎么没好 婚后全部暴露出来 我这个年纪也耽误不起了 我也不想再跟那些人周旋了 我有的时候 真的特别想对他们大喊一句 别跟我谈恋爱 虚伪 有本事咱们结婚吧 好 好 经理 又哭了 回回来婚礼现场您都掉眼泪 您什么时候结婚啊 结什么婚啊 我连对象都没有 你长得这么漂亮 肯定有好多人追你啊 谁追我呀 时间在追我 差点忘了 那边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我这妆没花吧 没花 花了也比别人好看 你好 你好 徐阿姨 我是皮特范 就是 就是百合网介绍的小范吗 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 到达了纸径酒店 你女儿的助理已经去找她了 我们马上就会见面了 好 好 我跟你讲 范儿 你就这样你信我一句话 就勇敢地往前冲了 也就是你的最好机会 嗯 我记得 加油啊 我等你好消息 先生 你好 我是酒店大坛经理 我叫杨桃 您知道我有什么事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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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姓范 叫皮特 你就叫我皮特范 范皮特都可以了 这是我的卡片 谢谢 是这样子 我们公司中国区的年会 正在选定承办酒店 你这里 我明白 这样我们到那边细谈吧 好 你穿那个样 你看你 你有完没完 这都要离婚了 我穿什么样子 和你有衣毛巾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你穿成这样来离婚 就证明你对咱们这段婚姻 你就不重视 都到这儿了 这话说的还有意思吗 有意思啊 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一个做事 不善事 善终不负责任 满嘴跑火车的大骗子 瞧你做那点破事 你偷偷摸摸 把咱们家的钱给你们家 你也不跟我商量 你拿我当空气呢 我干什么的怎么着 那是我自己挣的钱 我给我骂行吗 我告诉你 你别把自己当空气 你没那么重要 我是离不开空气 我离得还你 你说谁呢你啊 你跟谁他妈他妈的 咱们当初是不是说好了 你怎么骂我妈 你凭什么骂我妈 我都没骂你妈 你是不是要我签字 我还不签了呢 我气死你 我急死你 我不签了 不是 我就是不理了你等着 你少抢你 干什么你 放开放开放开 你还能抢过我 小叶 不 gospel 你结婚了吗 我不想结婚 还聪明 好的 是 关于年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我讲的这些 您这个年会的具体时间 出来之后 您再通知我们 我赶快把这些资料 都转给我们的销售经理 让他来跟进 好吧 谢谢啊 走走走 等一下 走走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呢 虽然是五百强企业 但是蛮人性的 该有的假期一点都不少 而且呢 我们不像其他的外资企业 三真两头就出现过劳时 而且在薪酬方面 也是相当的可温 等一下 像我这个级别呀 年薪要达到五十万 而且呢 年底还有年终大奖 另外呢 在狐狸方面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每年都有各项体检 定期旅游 而且可以带家属 另外我这个人呢 身体蛮健康 喜欢亲近大志愿 挑战大志愿 健活大志愿 这个杨桃啊 是苏卿的表妹 她妈呢 就是苏卿的大姨 苏卿呢 从小父母去世的早 所以就跟大姨一块儿长大了 所以他们姐俩关系特别好 跟亲姐妹似的 我 是吧 父母去世的也早 所以我跟苏卿这婚事啊 都是大姨给一手操办的 现在人家闺女 是吧 想找对象了 你说我能不出手吗 出手 你别出到我这儿来啊 找别人出手 那行 我赶快去通知 我们这个销售部 由他们来跟进这个事 是这样子啊 今天呢 我认识你蛮荣幸 我希望呢 没事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麻烦你存一下了 这是您的手机号 那我赶快存一下 我希望我们以后呢 要多沟通 多接触 多了解 您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呀 你猜 因为姓薛的女士给您的 你猜她蛮准的 她想您来跟我相亲的是吧 不是相亲 不相亲 真不相亲 我小姨子 年龄大了 这么长时间单身 多多少少吧 对异性可能有点抵触 可能有点障碍 你呢 你看你刚才 这个见这些人 遇这些事 你肯定你有经验 也算一个情感专家吧 是吧 你呢 就帮我 在这个情感上 思想上 开导开导的 公司年会的事儿 这是不是您编的 这个不是编的 这个是真的 公司确实要办年会 而且确实在找承搬酒店 只是这个事儿 不由我负责 对不起 我失陪了 等一下 可是我的薪金 我的福利 我的旅游 我的体检那都是真的 对不起 我对您这个薪金福利 旅游体检 还有您的身体状况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三十岁的老圣女 也就有几分知识而已 早该打得处理了 你凭什么这么牛气 您要这么说 我就必须再跟您说道两句 我问您一个问题 北京的几月最美 不知道 九月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九月的白天像八月 晚上像十月 就像我们三十岁的女人 既有二十岁女人的脸蛋 也有四十岁女人的智慧 这是女人一生之中 最美的时刻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这么牛了吧 我看你一下十二月 好冷 对不起 对不起 全是我的责任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 没看见您 我给您赔偿吧 没事 没事 我刚才看了呀 基本不太看得出来 没事 这已经都撬了 还是走保险了 我 我还走我的保险吗 我上的是那个 平安的那个车线 正好这附近有他们一个 平安的那个理配点 要不咱们一块去 不是 真不用了 我也上的也是平安的 去着也方便 你真不用管了 真没事 别 没事 要不这么着 这 你看 您反正您修车的时候 还是耽误您用车了 反正我家里还有一台车 这会儿多名片 咱们到时候用的时候 我们就电话联系 这 这真不用了 真的 这样 你 怎么这么客气 我 我 我 三十三岁 未婚 我经营了几家那个 户外的连锁店 父母都退休了 在海南养老呢 不迅速没派你来的是吧 走 我这 是我不好 我 我真 真没演过戏 我这是头一次相亲 我也从来没追过女孩 这些都是 该跟那个电影上学的 不过 说心里话 我真的觉得您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算了吧 好 好 好 这名片给您 再见 再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八号我也十九楼 姑娘 我们认识一下吧 就是我是咱们那个小区门口 大海花店的 这是我的名片 您看看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们刚刚开业 八八折大重音 而且你可以看看 我们这些玫瑰花 都是从国外进口 特别好的 特别紧 不认识薛索梅吧 薛索梅 你不认识 不好意思啊 错了 没事 没事 我是薛索梅薛大导演啊 我真是拜托您了 您可别再给我安排 什么偶遇的戏份了 完全没有任何惊喜 全是惊吓 姐我跟你说 现在我是草木皆边 就有一男的往我身边一站 我就觉得这人是我妈派来的 您这么下去 我真受不了了 杨涛小姐 我也跟你说句话 你再这样下去 我也受不了了 我跟你说以前我可以不管 现在不行 你都多大了 三十二了 再不管就是你妈我不负责任 你说给你弄那个正儿八经的相亲 你不去 你非说自己碰 你自己找 你碰什么了 你到现在你碰一个靠谱的 给我看看呢 没有啊 你的圈子太小太固定 你上那照去 所以说 妈已经在那个百合网上 给你上去了 你这已经是会员了 还有 你姐夫 薛索梅介绍靠谱的 还不错 咱现在就得多挑腿走路 宁可相错不能错过 我求你了妈 这 这相亲真的相一回巴一回皮的 您就放过我吧 我真受不了 齐了 齐了 你媳妇 你把那个人的情况 你给桃子介绍一下吧 那个 桃子你我跟你说啊 这人吧 是我中学同学 后来呢 我们就一起考上了师大 同级不同系 前不久吧 我们这个同学聚会 结果又碰见了 对对对 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啰嗦呀 就是你姐夫就说这人 还还还还可以 条件还不错 就是有房有车 房不太大车 也不是豪华的 但是都还有 就是有固定工作 是不是 三十五公务员 在民政局工作 平时业余爱好呢 就是给那个到宠物店啊 小猫小狗啊 拍个照什么的 水平特高 父母都是什么 中学老师是吧 对对对 爸爸教体育 妈妈教数学 是不是数学老师 你可别跟我提数学老师 我这从小数学成绩那么差 妈您知道我数学成绩不好 我最怕数学老师了 借口 这就是借口 那她她妈跟她 有什么之间的关系呢 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你跟我说你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呀 不是说这人不好 但我是现在对相亲 这事特别纠结 我对相亲没感觉 我找不着感觉 这么感觉找感觉 你就输在这三个字上 我怎么是输呀 我跟你讲你姐夫介绍好了 就去就完了 你去什么呀 那我姐还给您介绍老板 您都不去您让我去 您不爱干的事 就让我干了 越说越不笑话了 都车哪儿去了 怎么这对你来说 这结个婚相个亲 怎么就这么难呢 另外你姐夫说这个人 她再怎么说她了解呀 是吧 咱们知根知底儿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要不这么着 我陪你去 那这好 你姐夫陪着去好 这这就不怕了 是吧 你看咱们三个坐在一块 是吧 就跟那个老友聚会似的 挺好的 你觉得吗 好好好 就这么挺了 你姐夫陪你去 好好好 就这样你就不怕了 好 去去去去去 好 来啊 好的 非常好 保持住 保持住 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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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哥 那个西风哥让你开导的小姨子 什么开导 我说白了吧 就是辨识相让我去相亲去 整个在我单位那儿 给我磨刀一天 给我磨刀烦了 我说那 我说给个面子吧 我就到那儿就瞅眼 大老师他也去 不是 我觉得就是 如果要是你觉得真的好的话 一见面挺好 那你就干脆把这个开导 就直接变相亲德了 我这弟弟 我现在我一听这相亲这俩字 我就呕吐了 你 你总不能老这么一个人吧 哥 我呢 再停两年 要是爬一下我开悟了 我出家当和尚的 我们说到今天 你现在看 看好的东西 你就拿 不就完了吗 我都说到这儿有话了 行不行 你只要喜欢 我跟你说啊 你只要喜欢 你只要喜欢 打完之后 我今天事都不理解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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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扰一下啊 不好意思 不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事儿 那个 我说您 您走吗 我停这儿 您走 我好停 我走不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停 你 你是理由吗 您这不打电话 我打电话 我谈重要事呢 姑娘 那您 您能不能换个电话 您让我停着呢 我这着急呢 我到底了 我这 我 我今儿是招你了是 我打电话 你给我指定地方 你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但是 你别安排我行吗 我 我打电话了 喂喂喂 我不是说你不开心 刚才有一个别的事儿 真的真的 还逗我 我天哪 我打嘴了 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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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 靠 碍 不平 那就帅 碍 不平 加了 小牛 因為你ницы不给人家 赢 碍 碍 조금 来 来 来 师傅 师傅 好 拜拜 我说 那个您 您 您找我有事吗 不是 师傅 这这这这真的 我特特特特别不好意思 我真的我到点了 我真找不着车位 您您一挪开我 我这儿往这儿一 不是 你这孩子 您说长那么漂亮 您怎么不讲道理呢 您找不着车位 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不是 不是 我因为我看您打电话 我说您您在哪儿打的东西 您打完了 您您就算帮我一忙行吗 不是 您要这么说 我心还真软 我这 因为我雷锋都帮过 何况帮美女啊 是 您就是胡雷锋 但你刚才跟我嚷嚷 我都晕了你 我不是故意嚷嚷 我怕您听见 您 您挪 挪吗 我能挪吗 您太能挪了 谢谢啊 谢谢 不是 我太能挪 谢谢师傅 拜拜 咦 哎 你 你 你 摇下车窗去 我跟你说 你赶快把车给我挪开 这车是我的 不是 您刚刚不是开走了吗 我没开走 什么开走 往前上一把 是为了盗进来 那个姑娘 你别让紧 我接个电话 你别让紧 你接什么电话 你先挪车去 哎 西风 我现在已经就到这儿了 你现在人在哪儿了 你能不能有一个 先来后到的盖 你大早晨的 这这什么人 什么素质啊 堵车 哎 我跟你说话呢 先来后到 你懂不懂啊 我等半天的车位 你说停你就停下来了 给 我跟你说话呢 师傅 你是不是诚心地想 让我跟你这小姨子 就是单独见见面 什么开岛啊 是不是蒙我呢 是吧 是不是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成仙 不想来了 你又说听不见是不是 你 我这就走了 好吧 这么着 拜拜 不是 姑娘 姑娘 我这就不见了 我来说 我会不会的 我们就像你一样 我会不会的 你在乘那里 还会不会的 我会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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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会不会的 我会不会的 你会不会的 我会不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别安排我吗 我车停那儿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不是 当然有关系了 你要不挪车我怎么拿鞋啊 你要不占我车位 我能把车停那儿吗 我可没跟你说我让你等会儿 那你也等会儿吧 没工夫给你挪车 我这忙着呢 不是 我 喂 姐夫 不是 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啊你 我到了他没到呢 什么你 你不来了 你不来了 我们俩怎么聊 行 行 你别解释了你 段西风是你姐夫吧 果然是你 喂 果然是我 我车呢 那车跑哪儿去了 那不是 车跑哪儿去了 我报警啊 我这车没了 我那车就停马路边了 我离开连二十分钟都没有 我一出来我这车就没了 不是 怎么光是画着支架子 就能偷车呢 那个 姑娘 姑娘 我 我在那里压力 姑娘 没人偷你车 你那车被拖走了 这不吗 那个拖车的电话 是吧 人家把电话号码都给你写了 我为什么要拖我车啊 你要不伪当 谁拖你车啊 行 没 没 没事了啊 我发现你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要不在这儿你占我车位 我能伪张停车吧我 你要不拿车便我人 你能干吗拖你车啊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 你讲不讲理啊你这人 你租车公司吗 那个 就是我十分钟前 有辆车就被拖走了 你那什么车 一致 一致 对对对 就是那款 对 您等一下啊 这车八十多了 精辟七 三地 三七 您等会儿让他跟您说啊 那个精辟七 三地 三七 您 您听见了吧 那个车拖到什么地方去了 朝北执法站 好 好嘞 我知道 我知道 好嘞 谢谢啊 再见 我车拖哪儿去了 朝北执法站 朝北执法站在哪儿啊 我送你去行吗 不是 去不去啊 来 来 来 桃子 大姨买了排骨 晚上想怎么吃 我不想吃排骨 我不饿 咋说的 她说不想吃 不想吃 红烧排骨十分 糖醋排骨五分 脚炎排骨两分 不想吃什么意思 咱没说过这个呀 是啊 前面我也安排那仨 好歹还是脚炎排骨 这一方不会走延走的 这么厉害吧 请点赞 驾驶呗 快点 不会是围章停车 还没带驾驶味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们俩到底谁开的车啊 我 我开的他的手 我 Cottrell ѝ韩 是你吗 果然是我 看看这个 是你停的车吗 看那儿 是不是啊 你说你怎么停的车啊 这么窄的路 你把车停路中间了 你晚上那车别得死死的 人怎么出来 那后边那车怎么过来 是 这种行为可耻 狠不道德 它不是可耻不可耻的问题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你真把马路当上你们自己家 想停哪儿就停哪儿 以后啊 多替别人考虑考虑 是 是吧 素质有点低了 行了 看看有没有意义 没意义签字 罚款二百 扣两分 效应罚款之后 拿收据 去提车 回头让你解剖抱吧 好 杨桃 就是其实今天这个事呢 不管是你憋了我的车 还是害得你车被拖走 就总之 都是我的错 我深深地对不起你这人 以及你这车 我感到羞愧了 你别羞愧了 我也不好意思啊 你说我不别你 也不至于车被拖走 我知道 我还得跟你说谢谢你 咱们也不用客气了 回头你就让你解剖西风 我解剖西风 我说我说咱俩见了 聊挺好的 再见 谢谢 你说这西风这干的什么事啊 她介绍的 她说好了去 然后她不去了 太不靠谱了 不是 那个大爷 其实这事啊 西风跟我商量过 她呢 是有意识不去的 她觉着呢 让人家俩人单独聊聊 能进展快点 那万一有个外人在 那反而拘着 那都不好啊 跟你商量呢 你也没脑子 是 就是啊 不过我刚才听桃子 这么一说呢 虽然前面他们 倒有点误会啊 可后来果然又帮她交罚款 又帮她扣分的 应该是算对桃子 也还有诚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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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诚不诚意的 你这 挺好现在这样 我觉得也挺好 实话说 咱那条件我还没看上了 我跟你说 桃子 妈给你讲啊 命里该有的 她跑不了 不该有的不是咱们的 是吧 她 她 也无所谓 我跟你说呀 你现在这儿妈看出来了 一定有一个最适合的 在远处等着你呢 你信不信你 妈 您别 您跟我姐别说那么多 一会儿我姐夫来了 可别再说了啊 反正呢 那个后来果然呢 陪桃子去把车给取了 又跟桃子道了歉 晚了俩人就散了 这么回事啊 那那个 桃子对果然什么感觉啊 反正从桃子回来之后的 言谈举止当中呢 觉着他应该不反果然 成 那就行 那就行 媳妇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吧 他们两个是真般配 那你要真觉着他们俩般配 你就撮合撮合呗 是是是 放心 放心 老婆 我肯定撮合 我使劲地撮合啊 哎 西方 果然 哎 怎么样啊 感觉如何 好看啊 跟天仙似的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没骗你吧 我们家小姨子就是漂亮 有气质 相当于一只长相清纯的大螃蟹 大螃蟹 什么意思 横行霸道呗 横行霸道就对了 说明我们家小姨子有气场 能照得住你 果然 你是不是动心了 什么我就动心了我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 我一会儿啊 你到我那哥们 七星他那宠物店找我 有事找你呢 我先回趟家 我会把势工作 就我让马上过去啊 嗯 好 好 西方啊 你说你这干的什么事啊 介绍了什么人呢 你该把我们桃子给剃的 我没生气 跟你开玩笑的 你怎么没干人呢 别说了 什么这别说 不是聊得挺好的吗他们 谁 谁说的呀 谁说聊得挺好的呀 果然跟我说的呀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 刚跟她通完电话呀 不是 不是 大爷 这事我得跟您说说啊 果然啊 她电话里跟我说 说见着桃子以后啊 印象特别好 说我这小姨子啊 漂亮 有气质 跟大明星似的 而且通情达理 反正总而言之吧 觉得桃子吧 越接触 越觉得她好 这话是她说的吗 我怎么不觉得呀 他够在一块 他老劲劲的 他跟你劲劲来着 那这就对了嘛 那这就对了 我告诉你 桃子啊 果然你不了解 我了解她 她呀 一旦要喜欢女孩 她表面上特别冷漠 你知道吗 她装 她绷着 其实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 早就此起彼伏了 连绵不绝呀 我告诉你 其实她得压抑 你知道吗 她得压制自己 对你喜欢的那感情 她一直压着 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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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的 我告诉你 她是真的对你客气 坏了 根本没看上你 不是 妈 她怎么这么变态呀 你觉得这叫变态吗 我觉得这不是 果然吧 她就像一个那个 保温萍一样 外表冷漠 内心火热 外了内热 这孩子 大爷 我跟您说 大气 大毒 永远给女孩子一种安全感 这种男人 俩字可靠 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啊 挺重要一事 就是刚才啊 果然在电话里边啊 特地嘱咐我 说西方 我告诉你啊 这话你必须带给陶子啊 她就跟我说啊 为了表达 她对你的歉意 明天晚上约你吃饭 让我作陪 行了 我那个歉意接受了 那个吃饭就算了 不 我觉得这饭得吃 你刚才讲了这个男孩子 我觉得这一点 我非常看重 就是她的心胸 大毒 你看她跟桃子两个 她闹出那样之后 她居然她还要请她吃饭 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啊 是不是啊 男人有时候 她要面子 她 她低不下这个头 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这也不 所以 桃子 要去 不是 您这就 您就一会儿一变 我可真受不了啊 刚才刚坐上说 这人条件不行 我给你找也更好的 这转一聊说 去去去去 怎么叫一会儿一变呢 我刚才不是不掌握情况吗 我现在我了解情况 我全掌握了吗 不是 你都 都借 另外妈跟你说了 关键问题 条件是重要 妈强盗这个 一点错没有 但是人品更重要 刚才她说这句话 我听她心里去了 两个字 什么 可靠 对 可靠 这是男人最好的品质 我们这都借完了 借完了不行 就拉倒去 算了 怎么就这就不行呢 咱们号上一个 有什么不对的 先把它号上 咱们骑驴 不 不 骑马招马 不是 妈 那我们今天都闹成那样了 再见面也没什么 你闹成哪样啊 人家现在主动要请你吃饭 你没听见吗 人家要向你赔礼道歉 你不是一样的呀 偷子你不能凑着 你怎么听我的呀 就是配合 都别废话 赶紧吃饭 慢点 你转不动快干什么呀 我先给你送回家 然后我找趟果然去 干嘛去你 对 刚才我跟大姨和桃子 说果然明天请桃子吃饭那事 那我编的 所以我现在赶紧去找果然去 把明天这事敲死了呀 不是 那明天万一 这果然就不见桃子了 那你怎么收场啊 你这牛都吹出去了 你没看见吗 跟他大姨高兴成那样 我不甘心吗 我觉得他们俩是真合适 你说头一回见面 因为出这么个岔子 你说就算了 多可惜呀 那不还都赖你吗 你要去不是就没那岔子了吗 我是这么想啊 姨咱妹妹 姨铁哥们 都知根知底的 桃子那么好看 果然肯定能看上他呀 你说我要在场 跟个电灯泡似的 算怎么回事啊 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反正无论如何 明天得让他们俩见面 你放心 老婆 我现在找果然去 我跟他死磕我 把这陈芝麻辣骨头 我也搬出来 我也吃着他了 我也这样吧 你这谁有五皮痒痒 你这怎么搞不懂事 别 别 秦风哥 秦风哥 挺热的啊 秦风哥来了 来 坐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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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 里边 好 好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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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行 行 来 那谁 行 你坐里边 好 好 好 把衣服扔在那儿去 放在那儿 放在那儿 果然 叔叔 找我什么事啊 这儿今天啊 跟我帮你小姨子 交的那个罚款二百 后来呢又扣了两分 还是二百 一共四百拿来 这个 果然啊 等我媳妇呢 给我发了这月零花钱 我一定给你报 干吗 你别明了 那套 你小姨子套 我给你说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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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没有 等苏青发我零花钱以后 我一定把这钱给你报了 成吗 成吗 上午 你这儿来敢赦账 没戏了 行 行 行 别拿 别拿 快说正经事 快说 快说 就 就这事啊 你现在没事了 你可以回头 再见 不送 再见 再见 完了 完了 什么烦了 什么 什么呀 不是 我告诉你 我还找你有正经事呢 你找我就没正经事了 不是 你看上我 你看上我 你说啊 我小姨子看上你了 你去啊 我还找你 看上你了 我感觉大人 就不能打理 那你 你是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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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